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你们多多少少有学到一点点东西 那个是最重要的 那首先会是跟大家一样了 就每天首先会跟大家分享说 昨天所进的一些单子 他们的可能成绩啦 还是如果进单了过后要讲去做管理 那过后呢会跟大家分享 今天的一个市场上的一个分析 跟有做单的一些机会 那如果昨天都有在交易的朋友 你会发现整个外汇市场上 我们所可能看的这些货币队啦 都没什么动静 就是比较安静的一天 那从这边可能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USDJPY的这一对线了哈 那这个可能在如果各位又有听我们的这个英文的直播 然后现在又有听华文的直播的话 这一个单子啊 Dollar Yen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不同的一个成绩 原因就是因为如果你是跟着我们的英文直播的时候 因为他时间方面的关系嘛 对不对 我们是10点做英文 11点做华文 所以如果你是看到我们10点 昨天10点的直播的时候呢 可能你就有这个单子在跑着了哈 那昨天华文分享的时候就跟大家说 可以考虑在这个USDJPY在大概104.92 放个sell stop嘛 那昨天如果你们是有下这个单的话 可能是还没有进场的 但是英文的这个直播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进场了 所以这边就可能有点稍微的不同 所以如果还没有进场的朋友 那这个就不用担心 OK因为目前为止这个单子 其实还是跑着 大概可能有一个1314pip的一个draw down 所以如果你们还没有进场的话 就不要先进场 OK那也没有什么关系了 那如果有进到场的朋友呢 可能你们就要做点小小的一个调整了 因为我已经把尺寸点可能加多一个4pip 也不多了 就比较可能 保守的一个方式来放我的尺寸点 可能在这边要给大家看一下先 那昨天的这个尺寸点是大概在这边了 大概在105.15 那我今天已经调整到可能105.17了 就多了3次pip而已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今天我在这边这个图表呢 你也是看得到还有一个斜波形态 那我也是觉得说 这斜波形态是可以考虑下单的 所以整体来看 那我是把我的这个尺寸点已经移到比较高一个价位了 那 那还没有还没有讲到今天的这个交易机会之前呢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昨天的一些单子了 那昨天我们有谈到的是euro dollar 那euro dollar本身其实你也是觉得看到这边了 图表上市场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动静 所以整体来看 这个单子还是ok了 没有需要做什么改变 唯一可能有做小小的一个调整呢 是我们的这个tp目标 之前的这个tp目标可能是比较低的一个价位啦 我今天已经把它调整到比较高的一个价位了 所以如果大家可能有在跟着这些交易的机会的时候呢 或者已经下单了你的pending order已经放进去了 那你可能要稍微去做一个调整了 在你这个tp的目标 ok 所以今天这个tp呢 调到1991 可能给你们看个ppt会比较容易一点 ok 那昨天的这个进场点尺寸点是一模一样啊 没有改变的 唯一有做稍微的一个调整呢 是我们的这个tp啊 我已经把它改成1.1990了 所以有跟着这样子来做交易的朋友可能要去注意一下 ok 那另外一个呢是aussie dollar aussie dollar昨天有谈到的 其实它是个cypher pattern 所以进场点出场点也是没有什么改变 唯一的就是小小的一个调整了tp目标 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它是一模一样的 进场点尺寸点全部都是在保留着一样 唯一有一座改改正 有小小的改变是tp了 也不多 ok 这个可能就是那两个pick左右而已 我如果记没有记错的话 昨天是7635了 那今天我们调到7632 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个单子这个整个分析是保留 没有什么改变 那另外一个是NZD USD 昨天有跟大家分享的是个butterfly pattern 就是蝴蝶形式 整体来看没有做改变一模一样 所以在这边也是看得到啊 进场点尺寸点是保留的 唯一一个可能有做小小的改 是我们的这个tp 我把它调到比较高一个价位了 那昨天我记得应该是大概在7175左右 所以今天把它调整到7196 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样子跟着的话 就要注意一下 那昨天的单子也是有在$CAD下单 所以整体来看也是一样啊 你觉得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市场的动静 其实昨天就没什么波动了 所以$CAD还是一模一样的 可能tp这边稍微做改正一下 就是从可能2804 调到2802 也是一个小小的调整 OK 所以目前为止 昨天所有下的单子 都是可以保留 没有什么动静 全部都是一模一样 只是tp的目标可能有小小的一些改变 除了这个OK 那今天我们来谈谈看 今天加入的两个交易机会了 首先是$Yet 先这样子给你们看了 那整体来看呢 在比较大的图表 其实我的方向预测呢 还是往下跌的啦 就是短期内有一个回调 OK 那这回调的过程当中就变成可以做 做空的一个交易机会 OK那一小时图表可能你看得到这边 这上涨的时候呢 我们的RSI指标已经形成了一个很明显的divergence啦 OK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一个反弹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啦 那在15分钟的图表 OK大家也可以看得到15分钟的时候呢 它已经开始打横走了 自从昨天到现在已经开始打横走了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找得出一个harmonic pattern 谐波形态 那你会发现这个回撤呢 来到了61.8 所以也告诉我们说这个pattern 这形式呢 是个Gutley pattern 那Gutley的pattern呢 它的完成点都是在78.6啦 虽然这个样子看起来不是说最漂亮的 可能5分钟 就太大了 OK那它的样子看起来不是最漂亮的 可是如果你是跟着Fibonacci的这些回撤位啦 它整个规矩呢 是合格的哈 它是个Gutley pattern 那你会发现哦 在78.6今天也是有一个H4 Camarilla的重叠 所以就告诉我说 这个单子 并不错了 那个机会可以去考虑 那在这边 通常呢 Harmonic pattern 先模型态我们的尺寸点就放在这个高点嘛 OK那今天我去去 就去量看哦 你会发现这个高点 我们的这经常点到这尺寸点啊 就是这个高点的价位哦 它的距离只有5个PIP 那对我来讲 短期交易 如果你放个5颗币真的是太容易不小心就出场了哈 因为如果你再加上spread 啊 市场的价格不需要动 多多少哦 你就已经离场了 所以今天我会运用的这方式呢 就是把我的尺寸点调到我这个Fibonacci 113的位置 那从中呢 你就可以看得到 哎 这样子我的这个尺寸点可能增加到大概8个PIP 虽然也是非常非常小 但是啊 好过5个PIP了哈 所以啊 如果有兴趣去做参考来做交易的朋友呢 可能这个小小的技巧也可以学起来 那今天我的这个TP呢 当然可以L4为主 也可以L5为主啦 那你会发现 如果是从我们的进场点 大概在这边到我们的这个 L5的距离啊 大概是30PIP左右 呃 在一日的这个流动量呢 跟波动性是OK的哈 因为Dollar Yen平均的 Polatility Daily Range呢 是可以高达30PIP的啦 好 所以今天可以以目标为主的话 可以考虑L4 也可以考虑L5 OK 当然如果你 回到去可能一小时的图表的来看你们的之前 啊 之前的这些支撑准利点 啊 也是有一点重跌啦 啊 L4也有 L5也有 OK 那啊 等一下 大家看到这单子 我早上已经是输入进去了 OK 这个在这边哈 今天我是把它放在L5的这个位置了 OK 那给你们看PPT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哈 那今天这个新的单子可能要可以考虑去加入的是Dollar Yen哈 它是个反弹的策略 它是Counter Trend哈 因为你如果你在大大较大的时间的图表去分析的话 它这个趋势是上涨的 OK 可是今天我们是交予一个反弹的策略了 所以它的进场点呢 是以Sell Limit为主 L5是在105.11 OK 尺寸点是105.20 所以你看得到是只是9个PIT的一个尺寸点的空间 啊 TP呢 我是放在104.85啦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L5 Camarillo OK 所以啊 这个是今天可以考虑 加多一个单子的一个机会 那另外一个呢 今天大家可以去留意的是英镑了 Pound Dollar OK 那先给大家分析一下 在比较大的图表呢 你会发现 它已经是很久以前了 就已经有了这个Divergence了 OK 也就告诉我们说 它这个反弹下回来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所以在方向预测方面呢 我会比较喜欢看 卖了一些机会 好 就是从图表上啊 找出卖的一个机会做空 那在30分钟或者15分钟图表呢 OK 今天其实有一个斜波形态了 OK 那这边你可以看到 从这高点到这低点 这回测位来到了61.8 就告诉我们说 有个Guardly Pattern 它跟 跟刚才我们所谈的这个Dollar Yen 的这整个分析是很相似的啦 好 那这边 Guardly Pattern的完成点就是78.6 OK 当然这个单纸呢 我运用的这个方式 有点可能 稍微的不同 就是我会运用这个Extension OK 从这边拉到这边 那你会发现 这个Extension在127.2呢 很接近我们的这个H5 Camarillo Level 所以有些Guardly Pattern的交易者呢 他会运用这个方式啦 OK 就可能不要在78.6呢 他们就会找到这个127.2的Fibonacci OK 那今天我会运用这个呢 是因为 如果你看到刚才 刚才看到了78.6的这个Fibonacci回测位呢 它并没有什么重跌 它没有一个confluence啦 它也没有在H4啦 还是H3的这个Camerillo 但是 如果我运用这个方式 拉到127.2的Fibonacci时 我就可以看到 它跟这个H5 Camarillo很接近 所以我就可以考虑 在这个127 用这个方式 在127.2 找进场点 OK 那当然 尺寸点呢 平时我们会放在这个高点的上面 只是说 如果你今天去量 这个距离是10个Pit 那英镑这一对 如果你的SL是放10个Pit的话 一下子就出场了 一不小心就 市场动一动 你就已经离场了 因为是太小 所以我就会运用这个113的位置 Fibonacci 113的位置 来调我的尺寸点 OK 那TP呢 当然TP过程当中 今天你可以考虑放H3 L3 L4都可以 因为整体来看 比较大的时间 我们的图表呢 我们做分析的时候 就已经预测了方向是往下跌的 所以你的TP可以放远一点 好啊 那在这个PPT 大家应该也是可以看得到 我的这个TP今天是放在L3 所以这个进场的价位呢 跟方式是sell limit 进场价格在1.3702 尺寸点是3723 大概20Pit左右 才TP是在1.3625 那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早上也是下单了 在这边看得到啊 那你会发现哦 今天目前为止哦 从昨天的单子 再加上今天的单子 其实每一对哦 EURUSD PBD AUSI NZD CAD YEN 都有单子 都有交易的一个机会 那大家可能就要 很小心的去留意你的 这整个风险管理要做好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们所交易的这些哦 都有美元在里面 那如果所有的单子都进场过后 那突然间美元 突然间强化还是下跌的话 同时间可能所有单子 都突然间输掉 所以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了 也要做好这个风险管理 就是可能说 如果你每个单子都放1%的话 最惨的状况之下 今天可能你会输掉5个巴仙 好 那如果觉得这样子的这个风险太高的话 当然你就要做调整哦 可能每个单子 调到0.5%的一个风险 还是把你的手数调小一点 或者可能你不要把所有的这些单子都下单哦 可能5个当中你选一两个 OK啊 所以这个大家可能要去花一点心思去留意一下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OK 那这礼拜当中 其实到现在我们是没有单子的一个成绩了 目前为止 如果你是跟着我们这华文直播的分享 其实你是还没有有单子啊 就今天是完这这整个星期到现在暂时是没有没有一个交易单子 OK 如果你是跟着我们的英文分享 当然现在我们的单子有一个啦 是多乐宴正在跑着了 OK 但是还没有离场 所以目前为止 这个这一周是没有成绩啦 所以大家可能也要了解的一点 就是说交易过程当中 不是说每天一定要有单子跑着 或者一定要下单啊 那市场如果没有给到我们的机会呢 那我们也不要说 硬硬这样子找一个机会下单 因为交易过程当中 主要的不是去交易 而是要赚钱 OK 所以希望大家从中也是可以这样子去理解啦 OK 那希望今天或者从从开始到现在 已经跑了大概有三个星期 你们都有学到东西 都有帮助到你们的交易过程啦 那个是最重要的 那明天我们就不会有这个直播 因为每一周我们是拜二到拜四罢了 所以下一集的这个直播呢 会下个星期二 所以大家可能有在做交易的朋友呢 你们自己要去可能管理你们的这些单子啦 还是可能要花点心思去看看市场的发展是怎样的 OK 那就祝大家可能周末愉快啦 那我们就下个星期二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